戴着口罩低调坐在异常角落 国民党立委徐晓信前一天才大动作脱衣服 澄清自己没有全身名牌 隔一天一反常态 直到国民党立委们上前替他加油打气玩自拍 他才露出笑容 心情不美丽或许也因为持续被追打 价值数十万的劳力士名表 没有依法申报 这一次劳力士多少钱 有没有申报 徐晓信没有申报他这一支价值 已经超过要申报的 二十万以上二十万以上要申报 他没有申报嘛 财产申报不实是什么犯罚啊 即便是补迁到徐晓信也是快闪回一场 不愿再多说 不满全身行头受阻 但网红四叉猫翻出过去徐晓信 也曾关心林秉书的穿搭配件 还发文旗底秉书的上流生活 让网友大酸根本回力标 拿女性的衣着购买的服饰来去做文章 真的没有必要 蓝尾班缓夹 但不仅精品穿搭被受关注 日前徐晓星在网络节目 说替婆婆带电一百万 这样解释也先起讨论 就说那带电为什么不是债权 不是通常就真的借卫生纸是一样的 你有还过那张卫生纸吗 有钱人跟我想的不一样 一百万对他来说就像一张卫生纸 那为什么当初这个九百块的罚单 要跟这个远景讨价还价 绿尾大酸徐晓星先前 才因为维庭罚单九百元者亿 如今却形容借婆婆百万 如借卫生纸 一言一行都受到检验 三立新闻李维庭的我们军院小组 台报道